你现在收看的是非财勿扰 非财勿扰 取财有道 各位好 我是徐昂 美国的新任总统特朗普终于是上台了 而他任命的两位高级的内阁官员是陆续的发声 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依旧的 令贸易战的风险是进一步的升高 被特朗普提名为商业部长的亿万富翁Ross 就称中国是全球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大型经济体 假如说中美之间爆发一场贸易大战的话 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 哪些行业将会被动刀呢 有分析就认为 假如美国跟中国开展贸易战的话 就是跟全球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的一个开战了 包括很多的美国企业也会被卷进来 正所谓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2017年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年 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部署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请到香港资深银行家 陈凤祥博士带您一起展望 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全世界还是互相影响的 如果东南亚 如果欧洲 如果中国 竞争还没有这样起来的话 你美国一个不停加利率是不行的 所以谈到以后的几年的话 美国的影响力肯定会帮助一带一路 做得更快 因为靠不了美国 也相对的就是鼓励东南亚 不止我们国家 一带一路的国家都要自己 要长待起来 我们的消费市场 不能够解开美国 那今天做客本期 《非财威尔》节目嘉宾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香港的资深银行家 陈凤祥博士 陈博士 欢迎您 你好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 全世界的媒体焦点 也都是在这几天不断地 在我们的新闻报纸上 媒体当中的话 我们都会看到特朗普的 各种各样的消息 其中的话 就关于我们中国的非常的多 那就是中美贸易之间 会不会出来贸易战的 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特朗普他下面的 这些高级官员 这些内阁 很多人对华 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觉得说中国是全球 在贸易关税方面收紧 或者说是最不市场化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要以此逼迫中国 提高贸易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优惠条件 对美国 那其实对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也希望将他们的制造业回流 所以大家就说2017年 会不会爆发中美的贸易战 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好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 还是不停往前走的 所以到底美国新的总统 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 这句话不是随意讲的 就把它对外汇板块 可以做一个先开始点一下 他说中国有干预人民币 干预的办法就把人民币 推得比较便宜本质 但实际上这个跟事实是不同的 所以到底他明白不明白 最新世界还有跟中国的情况 如果他不了解的话 他随意批评就感觉是不到位 好了回到贸易这个方面也是 我们国家是不停从贸易方面 作为一个往前走不是往后退 他现在处理的办法就是保护 保护到底可以不可以 就回应来第二个了解了 美国是否能够说代美国主义 我们只买美国的客户 然后请美国的工人 某个程度上几句话 长得漂亮是做不出来的 想一下他把美国汽车制度代业的话 从墨西哥搬回美国搬能班 搬完之后他的汽车竞争能力有没有 因为你能够到外面才有便宜的 他怎样做的话就等于 便宜的空间没有真正发飞 最后他的客户竞争能力在世界上 也很难达到一个高水平 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汽车方面这个行业 美国我们知道福特也好 或者是美国方面的汽车 在制造的时候的话 是全球的一个组装一个加工 是离不开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的这样一个地位 或零部件的这样一个提供 但是如果说全部的这个公司的话 投资在美国 或者到美国 我们请美国工人的话 有分析师有算过说 这样对于很多的一些美国企业增加的成本 可以说是也是蛮大的 抵消了它的这个盈利的增长 甚至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谢谢你怎么看 肯定是光讲几个也是吗 他不要误会世界上只有美国自己切 你欧洲也有 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大 中国其实也很厉害了最近 韩国也好厉害 所以如果没有注意成本的话 你只是谈到我要美国制作 然后要买美国的东西 你价钱那么高 也不是特别厉害 为什么能够买你呢 回应两个题目 李光谭几个跟前面来一个 还要注意 我们中国今天也不完全是 Made in China 我们也是鼓励走出去 也泛于不少厂家 跑到东南亚 南亚地方 利用当地便宜的制作成本 所以美国说跟中国有矛盾 它亡掉更多最新的困难来自不是中国 是这些更便宜的新清市场 印度 南亚 东南亚 所以到底他明白不明白 全世界最新的情况 那无论怎样的话 我们知道其实他后面的这些幕僚 我们说他们的这些 比如商业部长Ross 都是对华比较强硬的 这样的一些人物出来 那您觉得说这些内阁在这边的话 是不是代表就是说之后 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的摩擦 它会越来越多 我肯定整个方面会增大 但问题成功不成功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还要关注的话 我们中国也好 所谓的一带一路 有很多方面去了解几个发展 事实上某个程度上 一带一路 我们就是把原先国家 60多国会加强 我们互相之间的发展 也等于我们过去中国 过去东南亚 他们最主要靠的 就是美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现在我们一带一路 某个程度上我们自己有个启动 所以谈到以后的几年的话 美国的影响力 肯定会帮助一带一路 做得更快 因为靠不了美国 也相对就是鼓励东南亚 不止我们国家 一带一路的国家 都要自己要常待起来 我们的消费市场 不能够解开美国 资质要增大 增加更多的民心互通 等于我们多点往返了东南亚 多点去中央国家 我们的消费市场就积极起来了 其实就在2017年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一个 这个情况就是 逆全球化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 层出不穷 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话 也将美国作为 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也包括这个贸易自由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体 突然之间的走向 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路 它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它反映出来是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 它走了一个不一样的 跟我们之前讲究的那种自由主义 贸易主义的话是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话 是全球市场化 包括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受益者 因为中国我们都知道 是世界加工厂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就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这个水果手机 在中国被组装 但是它很多电子元件 都是从韩国 日本 还有这个台湾地区生产出来的 中国组装之后的话 再消往去美国 所以说在这些电子产品 或者汽车行业的话 美国本来它是一个出口国 但是它突然出现了 很大的一个贸易逆差 为什么说美国要这么想 用贸易的方面 贸易方面的这个手段 来去使美国强大 您觉得它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美国再一次强大吗 从经济理论 这个新的总统 川普 带了很多奇怪的观点 光讲到整个国家 要发展起来的话 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书版理论 有三个方面的 首先一个国家能够发展的话 就是不加工的农产品 鱼农业 牧林业 这个就是所讲的第一产业 农业第一产业 对 第二产业就是工业为主 加工 但这两个产业 都不是新世界最需要的东西 因为它能够提供GDP的 8分比都不高 所以我们就带来了 第三个产业就是服务业 所以通过贸易也是服务 然后加长了旅游 加长几个方面 这个第三产业才是 全世界希望要加长的地方 美国本性也好厉害 美国厉害在哪里呢 它的金融就是服务业 所以它在这个方面带来 美国的GDP的增长是非常大的 好吧 如果明白经济理论之后 美国现在所讲的 它希望回到第二产业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经济人 很难理解美国这个新总统 对经济有多了解 如果它传练发展工业的话 它的GDP有那么大吗 不可能 所以它的口号只是 让投票人作为选民高兴 好吧 我希望给你们带来多一点 做业率 然后工业给你们多一点 但完全是违反正经的自由经济 跟世界发展 我们国家不是做了第三年了吗 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 它是往前走 希望带来我们的新的经济 所谓经济新常态 那明白这个的话 再回到美国这个 世界大国 世界常国的新的领导人 好像对经济理论完全不懂 对中国的情况又不了解 所以到底它能否成功 带来跟中国的矛盾 所以我的总结似乎感觉有两个方面 矛盾一定出现 但不等于美国会成功 至少它既走的路了 已经不完全是经济学院 所同意跟了解的 那您就说 如果说我中美之间的话 在2017年可能有更多的贸易摩擦的话 那作为一些比如说企业主 或者做一些做外贸的一些做生意的 或者说是一些投资股票的人士的话 如何来去避免相关的一些贸易摩擦 对这个资本市场 或者对他们这个企业外贸会带来的影响呢 如果谈到投资市场的话 注意有两个很关键的 不要误会了 完全合理还是不合理 成功还是不成功 往往是一个概念 整个股票就起来 当大家都明白之后 整个股票就回头 所以美国现在这一个东西的话 带来股票市场一定很波动 它一个简单理解的话 简单的表态 简单的所谓的说明 整个股票市场就会朝着一个方向走 不等于是合理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基本的概念的话 美国所讲的反对贸易 然后家常保护主义 所以跟贸易有关的股票 有关的机构 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陷倒下来 然后再过段时间 发现美国这些理论用不过来 然后它才会 按照实实在在的情况 才会反弹 所以不要说我们讲到很到位 反过来视察是 有点是不按合理的地方去反应 所以说到底2017年 中美之间的摩擦也好 或者说有些转机的话 股票市场一定波动 一定波动 但是可能会反而会出现 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 也可能会有利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情况 有点不同 如果谈到资本市场的话 跟股价波动是不同 中国的股票 资本市场也好了 一定会再起来 有两个合适的地方 因为中国自己越来成熟 越来走出去 虽然我们2017年面对了 中国经济有更明显的刹行压力 但跟长远的时间 这个只是周期 周期过去的话 还是重新起来 中国走几个路很明显的 第二个方面的话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越来越多矛盾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发展不同的世界 一带一路 东南亚 中亚国家 都是我们很多不同的新的希望 跟俄罗斯的发展 还是非常重要 所以几个方面 虽要更大的资本市场 融资也好了 通过它摇过美国的市场 来作为自己的发展 香港就是国家 唯一的正经公开的 自由的国际市场 所以在国家走几个路的 过程中间 香港能够发费的空间 也会更大 这个也是 中国也是香港的 资本市场的发展 好的 谢谢陈峰祥博士的分析 我们那也是稍事休息 这里是非财勿扰 我们广告之后见